他本是地表最强的特种兵 如今却要死在外星生物的手上 面对外星生物的步步紧逼 科尔只能不停地朝他开枪 不幸的是子弹打光了 他只好掏出妖剑的刀 准备殊死一搏 可外星生物越来越多 再这样下去他们必死无疑 更糟的是 卡斯伯在这个时候 癫痫发作翻起了癌眼 此时外星生物的皮肤开始蠕动 当看见外星生物伸出头的一刹 卡斯伯突然从癫痫发作中惊醒 说他们就在自己的脑子里 还没等话说完就虚弱地瘫倒在地 幸好同学一把将他扶起 此时卡斯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想通过自己的大脑意识 阻止外星生物的袭击 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的思维 嘴里也不停地喊着停下来 等卡斯伯说完最后一句 外星生物果真有了反应 原本蠕动的皮肤瞬间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有如死了一本 但卡斯伯也因此重伤了大脑 当场昏死了 也就是在卡斯伯控制住外星生物的同时 小日子发射了核武器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火红的亮光 接着就看见一艘外星飞船掉了下来 一时间外星生物全部死亡 世人都以为是小日子的核武器消灭了外星人 但只有科尔和女孩心里清楚 真正赶走外星人的是卡斯伯 经过医生的诊断 他的大脑已经完全死了 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也许再也不会醒来 女孩哭着请求科尔能将真相告诉人类 但科尔心里清楚 又有谁能相信是一个孩子的超能力拯救了世界 他失落地走在街上 看到他的人把他当成了斩杀外来入侵的大英雄 远处还有人拿着棍子殴打着外星生物的尸体 不久后 人类找到了外星飞船坠落后的残骸 几名科学家身穿防护服小心翼翼的深入 刚进来就惊掉了下巴 没想到飞船的内部空间竟然这么大 而飞船的内壁上不像是金属 表面出现了诡异的波动 这样看来外星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毁灭 事情之后科尔回到家中 惊喜地发现妻子并没有死 两人深情相拥 失去挚爱的光西选择徒步旅行 试图忘记伤心的过往 所有人都返回了城市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唯独阿尼莎不相信外星人会这么轻易地被人类击败 带着两个孩子躲进了深山 他猜得没错 正在旅行的光西无意间监测到了一股诡异的信号 也预示着外星人会卷土从来 就在科尔带着妻子在海边度假时 惊恐地发现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停泊在天津 至此入侵第一季完结 整部剧每个细节都是在铺垫没有结果 似乎都是在为了第二季埋下符 从头到尾也没有看见外星人的本体 只不过是看见了几个外星生物不停地攻击人类 他们也许只是外星人最低级的生化武器 当飞船停泊天际之时 才是外星人真正入侵地球的时刻 一切的谜团也只能在第二季中寻找答案 目前第二季还没有上映 等它供应时小编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说 喜欢这类题材的小伙伴 下期见